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12月22日 今天的第二段影片 今天這段影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要討論2020年在港島區發生的一宗嚴重襲警案 相信大家都記得當時那名男兒犯 當日襲警後馬上潛逃在晚上乘飛機離開香港 但在飛機起飛前就在飛機上被警方捉了 而這件案件早前已判了疑空五年的監禁 而昨日法庭判處其中一名協助疑空離開的人士 就是判處他一年的監禁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亦會討論法官的判事如何嚴厲地罵這個協助逃犯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要和大家討論英國 英國近日新聞非常多 除了嚴寒天氣外更加有將黃人黑暴送到非洲 同時還有就是原來英國的著名英國超市Tesco 被爆出原來是非法強迫勞動 整件事十分吊詭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就要說到2020年的七一回歸日 如果就這樣說的日子 大家未必有印象 但大家知道當時是黑暴示弱時期 而當日在港島區發生了一名疑空 拿刀插槍警員肩頭的這件事 而這個疑空在晚上馬上乘飛機離開香港 但在離開的過程被人報料 踢爆了 然後被警方在中途攔截了 最終他離開不了香港 還被警方拘捕了 相信大家記得這件事 早前這名疑空已經被法庭判處五年監禁 但他周邊的人依然未判刑 是去到昨天才判刑 這是疑空的女朋友 而這個疑空的女朋友被控妨礙司法公正 昨天在法院判罪成 判囚一年 這名女朋友是任職工程師 她是27歲 她在法庭上被指 在當日協助幫疑空購買機票 以及提供行程 讓疑空離開香港 而案情入面 因為這次說過判刑 辯方的求情入面指 這個行徑不是長時間的計劃 亦不是長時間的組織 被告的角色牽涉是因為她的男朋友 插傷了警員的手臂幾個小時後 而辯方亦說 由於他們倆是穩定的情侶 撇除了有金錢的收益 所以最終希望法官體諒 又不是因為錢 是因為感情 而且沒有牽涉到插警 所以希望法官輕判 法官在判刑中指 妨礙司法公正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這案件最嚴重的位置 就是在於她的這位男朋友 在事前所干犯的有意圖傷人罪 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如果警方不是迅速地在機場抓到她 她現在已經逃之夭夭 對司法公義的執行 亦會造成嚴重的打擊 所以最終判她監禁12個月 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個監禁真的判得輕 這次這名女工程師 我不知道她本身是因甚麼想法 她覺得要為這個男人坐牢 但是我認為面對著2019年的黑暴事件 甚少被控以妨礙司法公正 而這次是其中一宗 而這次我們看得出 她是蓄意地藐視法庭 甚至逃避法律責任 我認為她應該視為當日參與刺警的男朋友的同伙 應該視她為共同犯罪 甚至應該要告她協助這個犯罪 當然 整個證據顯示她純粹是幫她逃走 所以你說能否告得入 肯定告不入 但是我認為她在這個案情嚴重的情況下 12個月未必起到阻嚇性的作用 對於我們香港未來 很多年輕人會覺得如果逃走或協助他人逃走 只不過是坐12個月 我走了有機會連那12個月也不用坐 最重要是本身那些罪行也不用坐的時候 變相阻嚇性不足 即是她們的博弈中12個月和無罪釋放 又不可以說無罪釋放 12個月和永世都不用坐牢 她們二選一之中有機會偏向了潛逃那邊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案件應該要判得更加重才對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要說說英國 大家知道英國近日進入了嚴寒天氣 而在我作的影片也跟大家說過 英國決定將一些非法入境的黃人 黑暴都送去非洲勞旺達 這可以說是英國近日的大新聞 但沒想到英國近日又再爆出一些大新聞 有緬甸勞工日品法院控告英國超市Tesco 就是強迫勞動 眾所周知 英國連鎖超市Tesco 就是英國的代表 亦是英國最大的超市 它的規模等同香港的衛康百佳 有多年的歷史 而且是比較大的超市 而在早幾天 即是18日的時候 有130名外籍勞工進入英國法院 指控Tesco位於泰國的牛仔褲工廠 強迫勞動 這些工人每個星期工作要99小時 每個月只可以休息一天 但他們的人工只有當地法定工資最低的一半 多名工人在生產線上受傷 工廠亦推卸責任 甚至強迫這些傷者對醫生說謊 有一名女工非常無奈地表示 Tesco一年賺了22億英鎊 而那群工人一元也代不了 而這130名緬甸勞工已經入品了英國的高等法院 而最終這個案件將會在法庭開審 現在正在等待Tesco那邊 和他們的員工會否說有和諧 如果沒有的話將會在倫敦的高等法院 在下年開始審這案件 而最重要的是原來Tesco他們本身的射博 或強迫勞動的事情是劣跡斑斑的 很多事情多年來一直都有發生 在2020年7月的時候 英國的Richester 即是萊斯特市的服裝廠 被爆無視疫情威脅 強迫員工要在擠迫的情況下工作 而且只是支付這些微薄的薪金 在2022年的時候 亞馬遜那邊的英國工廠工人形容 這間是血汗工廠 而美國的亞馬遜員工也在這事前爆料 就說由於工作量太大 他們被迫用水瓶去撒鼠鼠 我們從這些事件已經看到 無論是Tesco也好 英國也好 他們本身經常會有強迫勞動的事情出現 美國也不例外 在2021年11月的時候 美國媒體爆料 就說美國佐治亞州的官員 接受犯罪組織的賄賂 協助他們把外籍工人騙到農場 強迫勞動 一百多名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工人 就在日頭要徒手挖泥沙去種一些蔥 挖一桶就只可以賺到20美分 即是兩毫子左右的美金 而晚上就躺起一個非常髒的珠欄 在工牌中 至少有兩個人在惡劣條件下導致死亡 而且現代汽車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工廠 在2022年7月也被爆出 非法僱用50名同工 甚至為了輪班而導致這些學生出學 在英美本身說人權這麼重的地方 竟然會出現類似的強迫勞動 反而他們每天指責新疆 看不到有強迫勞動的情況 你說可不可笑 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十分無稽 每天在此口口聲聲指責我們中國 每天說我們新疆強迫勞動 但事實上我們國家根本沒有這些問題 反而出問題的是他們自己 他們這些有口說人沒有口說自己 我們以後又如何相信他們 所以這段影片同樣是踢爆 這群英美歐美國家的邪惡嘴唸 如果有人跟你說他們爭取什麼人權 什麼新疆 什麼強迫勞動 你跟他們說回這件事 現在Tesco的員工還在告他 英國的大品牌 英國的品牌 對於英國來說 對於美國來說 自己有利的 當然是眼開眼閉 對於他們來說 中國有利的當然是打到你飛氣 這就是他們的霸道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講講你自己的看法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這樣按 下角訂閱和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的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